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玉的柱也拿出来 请大家先读一遍 看看如果我们用杜玉的柱 这是近代的柱 来解读这段文字的话 能不能大致读懂这段话呢 我们来结合杜玉的柱 杜玉的柱后面 如果有反切 那是出自唐代的一位学者叫陆德明 他写了一部书叫做经典式文 陆德明的经典式文 经典式文就是他对先秦的若干部古书 对其中比较难解的字词进行解释 特别是他都住上了凡妻 对一些读音需要注意的地方 他住读音 楚国的南瓦做了令饮 南瓦是谁呢 杜玉说他是楚国的贵族 紫囊的孙子 他就是紫长 紫长应该是他的字 他是取代杨盖 做这个令饮的 陆德明说 囊应该是读奶狼反 奶的生母 加上狼的孕母和声调 就是囊 这个城影其实根据左传的技术 紫囊在去世以前留下一命 说楚国应该在影这个地方建立都城 那么实际上 楚国当时已经铸造好了这个影城 到这个南瓦时期 楚国受到吴国的军事威胁 于是南瓦就又增修影城 城是城墙的意思 这是他的本意 城是城墙的意思 从这个意思 引申出修筑城墙 也叫做城 其实城墙本来是一种防御的工具 在汉语当中 这个工具意的名词 往往都用这个工具进行的行为 同一个词 是不是 比方说除地的除透 和除地的这个行为 是用一个词 这个城 从城墙的意思 引申出铸造城墙 也是可以理解的 路德明的反切是 影 影应该是以景反 拼出来是影 但是路德明说 还有一个反切 应该是读 影 于正反 也就是说 这个字有两个读音 楚国的大夫 沈云须就说 紫长这家伙 一定会丢掉影城 王影是失去这个影 这是先说出结论来 先说出他的判断来 接着就解释 他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是先说结论 然后再陈述 他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 魏是用人力去保卫 假如你这个南瓦 你紫长作为令营 不能够保卫这个影都 你增修城墙 又有什么用处呢 城无意也筑城 加固城墙 增修城墙 是没有用处的 在古代的时候 天子受在四夷 因为路德明告诉我们 这个守 读守右反 读去生 读去生 读受 守 是动词 受是名词 路德明还说下文 还有一句 除了守其交礼 这个句子以外 并同 就是都应该读受 因此 天子受在四夷 受是主 天子的守护 在于四夷 为什么这样说呢 杜宇说是得极远 因为天子的恩德 威风 能够达于四夷 达吉四夷 所以四夷 都甘心情愿地 拱卫这个天子 为他挡住一切外来的侵犯 那么既然他的寿 的范围已经达到四夷了 那诸侯就不用说了 是不是 自己的封国之内 那就更不用说了 好 到后来 天子卑 卑就是第一项 也就是衰落 天子的力量衰弱 也就是说他的威力 他的德行 不能够达吉四夷了 怎么办呢 这个寿就缩小到诸侯 也就是说 是四国诸侯 来拱卫天子 拱卫京师 那么这时候 诸侯之寿 是在于四邻 各诸侯国之间 能够 牧林友好 能够互相协助 所以假如有来自 这个四夷的侵犯的话 这个诸侯国之间 可以互相帮助 所以这是 诸侯受在四邻的意思 再到后来 连诸侯的这个势力 也衰落了 诸侯的势力衰落 意味着这个诸侯之间 是互相兼并 互相攻伐 这样的关系 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 是受在四邻了 因此每一个诸侯 就自成一个势力范围 因此是受在四境 才字丸 就仅仅能够保全自己而已 这个才字 在文献当中 大家知道 有多种不同的写法 在现代汉语简化字里面 一般的是写成才能的才 但是在文献当中 写成这个字形的比较多 另外也可以写成这个字 但是无论是写成哪个字 我们知道 这个仅仅意义的才 是一个虚词 我没有办法给这个虚词造一个字 是不是 虚词的意义实在是太虚了 我们不可能根据这个虚词的意思 去给它造一个字 在诸侯能够做到受在四境的时期 每个诸侯国的君主 慎其四境 节其四元 能够跟自己的邻国交好 能够跟自己的邻国同声相应 不至于互相残杀 因此在这时期 迷能够侠其野 能够在自己的田野上安居乐业 安息于自己的日常生活 大家注意 按照度欲的注 这个圆应该是读愿 于劝法 读愿 读愿这个地方应该是名词 不是动词 不是圆 既不是圆引的圆 把东西拿过来 这个圆引的圆 也不是圆住的圆 而是注意的意思 帮助的意思 好 下面 三物成功 三物成功 也就是说 在春夏秋三时的农业生产劳动 能够正常的进行 能够正常的收获 因此民既没有国内的各种忧患 也不用担心外敌的侵犯 侵辱 所以在那样的情况下 一个诸侯国 哪用得着城呢 筑城墙呢 好 这个国 就是邦 是指的一个诸侯的封地 是指的一个诸侯的封地 这个字大家 简单看一下 它的造字结构很有趣 首先一个国是要有四境 四方边境 那么同时呢 它要有武装力量的保卫 要有人口 还有土地 其实这个字最早的时候 没有这个四方边境 这也是国 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国的本字 那么在这个字的基础上 古人又造了两个字 一个是给他加上这个四境 为什么要造这个新字呢 是因为里面这个字 被经常的借用去表示 莫或的或 就是作为一个无定代词 作为一个虚词使用 记录那个虚词 久借不还 怎么办 干脆给这个国造一个新字 那么还有一个字 跟它相关 就是 又加一个土 其实还是指的一个诸侯 被封刺的那个土地 好 下面这一句 现在 连一个无国你都怕成这样 恐惧成这样 本来应该是金 巨无 那么 现在要把这个无 挪到前面去 我不说吃饭 我说饭吃了 可以吗 可以 那么 我说饭吃了的时候 把它挪到前面去 就意味着把它作为一个 说话的一个焦点 是不是 作为一个核心 作为一个话题 现在把这个无放到前面去 也就是焦点 移到前面去了 但是 这个放到前面去以后有点麻烦 因为汉语一般的语序 是避语应该在动词的后面 现在把它放到前面去 古人就在这儿加一个代词是 这个是在上古汉语当中 特别是在先秦以前是代词 不是判断词 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在先秦以前的文献当中 有判断词的用法 但是例子不会超过五个 不会超过五个 其他的全都是代词 好 这个代词起什么作用呢 我们今天也还是说 饭吃了 在这个中间加上一个代词 实际上是用来复制 踢到前面去的成分 这个词 饭吃了 那么它就有一个标记作用 证明这个无是聚的对象 是聚这个无 所以这句话是上古汉语 必语前置的常见的一种格式 那么既然害怕无 所以就在影这个地方要筑成 要增修成墙 这样来说的话 这个寿已经太小了 是不是 你防守的范围已经很小了 因为影是你除过封地当中的一个点 一个很小的范围 你在自己的土地上都还要筑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卑之不祸 就是不祸卑 不祸卑 卑就是衰落 你还能做到不衰落吗 但是 这个无是聚和卑之不祸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不是因为一个用是负质 一个用知负质 这个无是聚 我们说是聚无 把这个无编语移到前面去 然后用是去负质 而这个 卑之不祸 就是在诸侯卑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受在四境 就是你连受在四境这样的 你也做不到 也实现不了 因此 这个卑 在语音上是这个祸的对象 但是在句法上 它本来就是一个主语 在主语和卑语之间 加上这个之字 加上这个之字 是 大家 你们经常喜欢说的 取消句子的独立性 所以 在这里面大家注意 当这个 主语和卑语之间 加上之以后 这个原本的主语结构 这个句子 就变成一个成分了 在这里 它是变成一个 副句的分句 就连这个都做不到 那么 能无王乎 怎么可能不灭亡呢 不失掉呢 虽然这一段 我们今天读起来 还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比起刚才上书那段文字来 我们很明显感觉 又轻松了很多 就在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